中間 回到中間 來個手勢嗎 帥氣的手勢 紅色一點 紅色一點 紅色愛心 左邊 我們舉手的大哥 左邊舉手大哥 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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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鳳 鳳姐我們往你的左邊站一點點 好的 視線我們 剛才補一下 再一次好不好 我們視線從中間 正前方中間 右往你的右邊 右邊的媒體朋友 鳳姐我們大家換個POSE 換個POSE 到這邊來到這邊來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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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中間來 好 謝謝 謝謝 鳳姐恭喜恭喜 剛才我們說到了這次發片 剛才短短時間 其實很多媒體朋友 剛才看MV跟著唱 一下就學會了這首歌 非常好聽 鯉水的魚 也是這次專輯的名稱 各位媒體朋友們 大家好 我每年就出一張照片 最主要是要來跟大家見見面 看秋鳳有沒有變年輕啊 是不是變老 有變年輕啊 我還一直懷疑你 為什麼會逆成長 我付出很多 每天都跑十公里 每天跑十公里 這個真的是需要恆心毅力 以前到現在十幾年都還沒 難怪 大家比對一下每張專輯 大家吃飽了咩 逆成長 其實我是要來見見大家 是是是 然後讓大家看看我 我也看看大家 對 每年發片 然後這一次的專輯不太一樣 因為鯉水的魚 聽說這名你給我 對 為什麼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Dance裡面有 有這四個字 是 那因為我這一次的 曲風 比較輕輕一點 自在一點 然後就是 比較有感覺的 內夜的照片也是啊 很素雅的感覺 就好像是一個 少女 然後很多不同的心境 然後可以看出來 大家在思念誰 然後在懷念過往成長的一些足跡這樣子 這一次除了清心之外啊 我覺得唱功也不一樣 唱腔也比較淡了 是是這樣嗎 對 因為從這幾年我一直在 因為時代不一樣嘛 然後 以前可能 大家 那個都說 秋風苦情 我覺得 那個苦情現在時代不一樣 一定要改掉 對 之前前幾年我們還有唱 這個電音舞曲耶 是不是 其實我這 這幾年我一直在改變 因為時代不同 然後整個景氣啦 整個生態都不一樣 所以人要跟著改變 可是每一張都要 都要變 會不會 其實有時候變到 讓自己其實 會覺得 還要變什麼 會有沒有困惑的時候 當然有啦 因為我不知道 有時候會唱到 到後面會自己覺得 我還是 回歸我 才秋風 比較自在 就是除了 一直在求新求變之外 我是真的有在 努力在改變 因為 就是媒體 朋友們聽聽看 真的 以前可能 口味比較重一點 然後現在因為 時代不一樣 所以呢 要跟著時代改變 不管是歌聲也好 人也好 然後態度也好 整個 我覺得 我不曉得啦 我是希望說 給朋友們 給媒體朋友們 能夠看到我秋風 真的 這幾年真的很用心在改變 不管是歌聲也好啊 還是 外型啊 然後 但是求新求變之外 那個最原本大家喜歡的 蔡舊鳳 還有十幾歲愛唱歌的 蔡舊鳳 都沒變 對 那這一次 李水的魚 可是很多人都在想說 喔 不一樣的歌 如果大家回去聽聽看的話 我覺得挑戰很大耶 包括了像是主題歌曲 剛才聽到的啊 還有像是這一次 跟 蔡易德老師 喔 我覺得 跟他合唱的那一首 很輕快的 很好聽 但是 唱舞曲又是另外一種感覺 對不對 對 當然啊 不一樣 然後 我是覺得 很多 我覺得編曲方面 因為要一首歌 要唱什麼感覺 我覺得編曲很重 是 所以它那個燒灑的味道 其實唱得很輕快 然後這一次還保留了很多 不同以往的 我自己聽完之後 我自己聽完之後 像是秋心 很大氣 像史詩一般的感覺 那一個 能夠唱大哥的蔡秋鳳回來了 比如說像當年我們聽到 侯潮仙導演 悲情禪詩主題曲 那種唱大哥的蔡秋鳳 然後還有唱出女人心情 露靈的吉 等等的歌都很好聽 可是很多人對你的標籤還是很重 都覺得你唱歌就是會有鼻音 沒有 這是特色好不好 因為我會覺得看歌曲 看歌方面 譬如說金包演 當然唱出來的歌 不要說 這個沒有味道 力度就少了 一定是 一定是這一種 是 我覺得曲風 曲風 看歌曲 可是這幾年都不太一樣了 可是很多人都想說 它的鼻腔很重 可是其實仔細聽這張專輯 各種不同發聲的部位 都可以感覺到 而且這一次的歌更耐聽更淡了 所以鼻子比動演都治好了 是不是 沒有 還是蔡秋鳳 還是蔡秋鳳 鼻子沒有生病的 對啊 鼻子沒有生病 可是 我可以問一個人的問題 他們說 原本籌備明年小巨蛋 重回小巨蛋 可是最近好像耳朵 耳朵的事情困擾你很久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怎麼回事了嗎 因為這兩年 我自己一直在 在歌曲方面也好 一直在想改變 然後 這兩年 對不起 等一下 這兩年來 我真的唱歌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為耳朵真的出一點問題了 那個是什麼樣的狀況可以說嗎 因為我每天都會耳朵 然後 再錄音 標錄 就是 因為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這個因為過 等到這一 這一張唱片 然後 一切都 差不多了 我可能會再 再去檢查一下 然後醫生就說耳朵好像沒有 要抓耳朵真的是比較困難一點 然後 我這個 嚴重 嚴重到 譬如說 我們沒有 聽不太清楚 是不是我們耳朵 是不是會有 兩三個聲音 然後 我現在就是要 用耳機來聽那個 來聽唱 更糟 耳機一放 哇 自己是很多 更多聲音疊在一起 對 然後疊一直疊 所以 我現在就是 在聽力方面 還OK 可是呢 等到我要 要唱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會慢慢拍 喔 那個錯亂的感覺 會讓你 對 然後我現在耳鳴 耳鳴 一般的耳鳴是 我真的是 蒙在裡面 是 聽力 就是比較 有時候會 覺得很怪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耳鳴過 我講不出來 然後 有時候會發生 發出聲音 然後 譬如說我在 外面表演 譬如在國外 在巡迴 有時候真的 真的很 很 想要哭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拿那個 耳麥啊 然後 一弄耳麥更糟 自己擋自己 擋自己 所以其實 對唱歌影響很大 才會 忍痛把原本計畫籌備 明年要重回小巨蛋的演唱會 只好先暫緩 對 我想說先把耳朵 因為如果在演唱會 如果耳朵有問題 聽 就是聽不太清楚 還是 有問題真的 還是要準備好 因為 現場那麼多觀眾 不能喊卡 也是 對對對 可是今天媒體都知道 你耳朵有問題 歌迷可能也會很擔心跟關心 我比較想問的是 大家都知道 秋風是一個很孝順的女兒 常常會帶爸爸媽媽出國外去旅行 爸爸媽媽他們知道嗎 他們知道了嗎 之前我耳明他們知道 可是等到醫生跟我講說 就是有一點嚴重 我不敢講 因為畢竟我媽媽之前 之前湊夠骨髓 然後現在還在學走路 然後我媽媽因為學醫的關係 然後我就 因為這 十幾年來 我都會帶我爸媽出國去 然後因為我爸爸媽媽 不好意思 我家很富有 就是因為我爸爸九十幾歲 我爸媽都九十幾歲 所以我家很富有 就是人家說加油良老是一個寶 我算是蠻有福氣的 所以呢 我就跟 因為以前 以前比較忙嘛 都沒有時間陪長輩們 然後這幾年我真的 如果說我沒有 就是我沒有 沒有出去演唱還是怎麼樣 我是盡量陪他們出國 是 那接下來他們知道病情 可能會很擔心你呢 擔心是擔心 我比較擔心 我媽媽 我是沒有關係啊 因為還年輕 因為畢竟老人家 就是現在 就是他們現在 我盡量不要給他們煩惱啦 他們知道我耳鳴 可是醫生講的話 我沒有跟他講 我只是說 國外有一些 就是演唱啊 還有可能會 對 只要這個不能去賺錢 真的很痛苦 是 因為這個 為了讓爸爸媽媽過比較舒服的日子 其實我知道 鳳姐平常很省吃俭用 自己很少去逛街 買自己的東西 有錢了 就是回饋孝順爸爸媽媽 讓他們吃好的 住好的 過好的 出去玩都不擔心 這樣子 對啊 因為趁老人家現在很賤狼 我就覺得一定要帶他們去 就去國外看看 可是呢 他現在這幾年 因為我爸爸90 過年94歲了 所以不能帶他太遠的地方 他喜歡奧門 所以我每年帶他出去三次 以前我就講過 是 所以就常常可以去Casino 不管是市里去玩 看人家玩 我們家是不會讀的 看人家玩會很開心 因為他喜歡看 90幾歲 他喜歡看那種 熱鬧 熱鬧 是 所以接下來 希望趕快把兵找出來 然後讓所有等待你 對 唱小巨蛋的歌迷 不要等太久 會的 因為一個唱歌 如果說耳朵有問題 真的 哭 真的哭不出來 不曉得要怎樣 我也是希望說 希望大家 我問一下 當初 如果 當知道耳鳴那麼嚴重的時候 有都過風邁的念頭嗎 我不會風邁 我也不會吞出 真的 我從以前 我可能有一些媒體朋友們知道 我從13歲唱到現在13歲開始要唱歌 我家裡反對 我跟我爸爸革命差不多10年 所以我不會風邁 是 我還是會唱 比較 我 就是唱 開心的 不要有壓力這麼重 可是我還是會唱歌 繼續下去 因為畢竟 唱歌這條路是我自己選擇 是我最鍾愛的 是的 而且這樣專輯真的很好聽 金曲評審 然後上次 那個醫生跟我 常常跟醫生跟我講說 欸 秋風那你 因為我去看 有一次我喉嚨 就是不好嘛 我去看 然後那個醫生還跟我開玩笑 欸 秋風你唱了這麼久 因為他也是我的歌迷 我去看喉嚨 他跟我講說 欸 你唱這麼久 你想不想休息 我說為什麼 那你如果掌簡 你可以不要唱嗎 我說 乾脆我去弄 我說再怎麼樣 我也要唱 可是我的那個 他有叫我吃一樣東西 現在已經沒了 現在喉嚨已經好了 可是 就是沒有完美 想不到我最在意的喉嚨 現在就是換成耳朵 是 嗯 我們往好處想啦 天后耳朵都不太不太舒服 因為可能啦 可能是不是 我唱太久 因為 因為以前啊 小時候我們都是 錄音啊 用那個耳機對不對 然後常錄音 然後在國外啊 又演唱 可能久了欸 我不曉得 為什麼耳朵會 會出問題 然後醫生說唱久了 也是會啦 因為人喔 只要人也會老啊 何況耳朵 跟著一樣 是 所以我們等一下 這個現場 聯訪的時候 順便看一下有沒有 誰家裡認識什麼 耳朵的名醫有沒有 來順便 不過其實這個東西 有啦有啦 在網路上很多人告訴我 一些網友告訴我 但是我其實 可是我還是會 結束完 我還是會去深入的 醫生叫我深入 再檢查看看 可是其實我滿佩服鳳姐一點 就是很多人都說 你是苦情歌齁 你的歌其實唱 哭了很多人 面對這麼痛苦的一個 病情 所以你自己很堅強欸 剛才就算是 一路講快要哭 眼淚都不讓 沒有我沒有哭 眼淚都不讓它掉下來 什麼力量讓你 就是可以挺過去 沒有我從小就很 就很愛漂亮 等一下我哭出來啊 大家拍照我哭了不好看 對 所以完全只是為了 要太漂亮而已 對 沒有再怎麼樣 心情要保持很好啊 這倒是真的 然後看看大家啊 可是看到那麼多 我不能說有什麼啊 如果拍歪準了怎麼辦 我們等一下有電子聯訪之外 還有平面的聯訪 我們再慢慢的聊 好不好 接下來我們先讓電子媒體 來做聯訪 謝謝 也恭喜你